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13號 我們今天的節目呢先談一些外資從中國大量的撤出 那麼這次撤出這個外資不一樣 它和過去的什麼韓國的三星電子啊 日本的什麼東芝電器啊這個不一樣 它這次撤出的是沃爾瑪 沃爾瑪對什麼東西重要呢 沃爾瑪其實不僅僅是在中國投資很重要 關鍵是對美國的影響大 也就是10月9號沃爾瑪宣布全球供應商的總部從中國呢 前往印度而且這個宣布呢是立即生效 那麼沃爾瑪簽出它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呢 它除了留給中國一大部的實業潮大量的外匯流失之外 最重要什麼最重要是全球生產基地啊 從中國轉移到印度去了 全球生產基地轉移到印度 不僅僅是沃爾瑪超市在中國開辦的那些超市 它們轉移走了 因為這些超市在不在中國繼續開辦呢 對中國現在這個經濟發展呢影響不大 大不了你這個沃爾瑪走了什麼加勒夫多開幾家就是了 也就是中國呢不缺這些大小超市 除了這些外資超市更多的是中國本土的超市 超市呢並不缺你沃爾瑪走對中國的這個現在的這個超市市民購買這個經濟呢影響不大 但是影響大的是美國市場也就是美國基本上美國絕大部分的除了沃爾瑪之外啊 美國絕大部分的這些產品的日用供應鏈上面這些最基本的民用商品 每個家庭日用的各種產品包括建材啦食材啦家用電器啦以及生活中所日常需要的各種物品 基本上都是從中國採購的而中國採購裡面最大的一個供應鏈就是沃爾瑪 因此沃爾瑪一旦把它這個採購供應鏈的總部也就是全球供應商的總部從中國前往印度的話呢 那以後對美國的影響是什麼也就是在以後我們在沃爾瑪裡面看到的產品絕大部分就不可能來自於中國製造了 那麼來自於印度製造的肯定是會占第一位的那麼更何況從印度生產的這些產品裡面還可以複設整個亞洲其他市場 而印度它能夠跨過亞洲其他國家到中國來採購然後再運到美國這種可能性就不大了 也就是實際上沃爾瑪的這個宣布它等於什麼是把中國本來全球化推行的小商品市場 整個超市供應鏈裡面巨大的一塊商品貿易的這一塊把它全部連根拔起從中國呢就拔到印度去了 這一下子給中國就帶來了巨大巨大的損失普通人看不到啊其實什麼這是中國整體營商環境的惡化 尤其是中國政治風險的增加所以說這些大賣場型的超市啊在中國也很難生存 尤其是現在有電商了嘛中國的電商是相當發達的中國的這個物流也相當發達的 因此來講電商經濟已經蠶食了大量的這個超市經濟 那麼超市它本身就是一個用功量巨大的一個產業 那麼它要應付很多的人工啊當然了雖然中國的人工非常便宜 但是你除了人工之外你還有很多其他成本啊包括運輸費用啊公關費用啊最主要是腐敗成本居高不下 利潤空間已經被大大的壓制而且中國動不動發起小粉紅的什麼各種抵制的 什麼反美了抗日了自上而下對外資企業 由原來的支持扶植到現在的忽略和抵制這些都是加速外資企業從中國出走的原因 沃爾瑪這次出走跟前面韓國三星日本東芝出走是基本它都是如駐一折 也是你們不斷的對人家美企日企要么是抵制要么是抗日 也就是你又是反美你又是抗日那人家最多人家在你這幹不下去呢 所以說最終就是外資企業一個接著一個撤出這些企業紛紛的撤出我們就不難得出這麼一個結論 當初求總像條狗如今錄完閑人醜現在又說人家不好不好人家就走了哇 人家在你這個國家辦不下去不僅僅是企業的利潤被壓縮 最關鍵什麼是政治的影響力也就是呢在中國存在著道德滑坡事逢日下的問題 我們隨便舉個例子嘛這兩天網上爆出說成都一個女大學生到食堂去打飯 因為呢她忘記帶了她的飯卡就用微信轉帳呢轉帳給了那個飯堂打飯的阿姨 轉過頭以後她把飯打完以後就把人家阿姨舉報了 因為學校規定飯堂打飯只能用飯卡其他支付方式都會受處罰 結果人家好心的阿姨為了把飯材及時給她打上讓她吃上 人家接受了她的微信轉帳那麼一共也就轉了幾塊錢 現在她就告發了人家阿姨阿姨被發兩萬 而這個女生呢她得到百分之十的獎勵她得到了兩千元的獎勵 這就是中共官方鼓勵的告密文化啊 除了告密者無恥更重要是告密者的貪婪嘛 她貪圖這個舉報以後還有獎勵嘛 所以說中國這個文化呢從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呢 就層出不窮代代不絕 也就是毛澤東發起的共產黨的告密文化呢 是一種黨文化黨八股從延安開始起就盛行了 然後中共建政以後左一個運動又一個運動 已經變成什麼人人都很顯熟的可以運用這種特技 運用這種特技以後呢損人不利己 本人道德敗壞本人無恥低下 而最終呢她去舉報別人以後 雖然她拿到點獎金她覺得心安理的 但是她一定會有現實報的 對於像這個成都女大學生舉報市場阿姨這種事 在中國你覺得少見嗎? 前一段時間不是有一個什麼沈陽補課老師被舉報的事情嗎? 就是說沈陽有個家長她有一對雙胞胎 她因為這個孩子要中考 然後她就委託一個高中老師給她這個雙胞胎補課 補課參加一共是四個人 其中有一個是老師的親戚 另外三個人呢每個人叫三千塊 那麼雙胞胎家長就叫了六千塊 等到這個老師把補課全部補完了 這兩個孩子考到當地知名的高中 這個錄取通知單也來了 也就是如願以償了 老師補課取得了成績嘛 兩個孩子都已經考中了當地的名校嘛 但是這個家長馬上到教育去把老師舉報了 這個老師的很納悶 你憑什麼舉報我老是想抵賴 你耐不掉啊 這個家長老早就在她這個雙胞胎的孩子的書包裡面 放好了錄音機 早就把這個老師補課的所有的這個補課內容 都把他錄音錄像錄下來了 鐵證如山啊 你耐也耐不掉啊 這就是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文化就是哪怕對孩子在補課這樣的事情 他都開始給他灌注這種告密文化 也就是你覺得兩個孩子 別說現在上了一個什麼名校高中 將來就是上了一個北大清華 上了中國頂級的知名大學 你覺得他們不會學會他父母親的這種告密風嗎 他們一旦養成了這種告密文化的話 你覺得這兩個孩子的人生 他們將來會有什麼大的粗息嗎 但是中國代代不缺這樣的人啊 每代都開始鼓勵這種告密 然後最終就是人與人之間做這種底層互害 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嘛 所以沃爾瑪從中國的撤出 它實際上是標誌著中國經濟滑坡的一個晴雨表 中國經濟的滑坡絕不僅僅是因為我們經濟受損 而是習近平主動折騰嘛 所以美國華爾街著名的一個基金經理叫木頭姐 木頭姐就警告說中國即將出現大幅度的經濟衰退 木頭姐她為什麼得出這麼一個結論 除了木頭姐本人呢她深受中國經濟之害 因為木頭姐呢她以前是華爾街的清華派 她的方舟創新基金最高達到197億的投資規模 她所在的這個公司是2020年美國華爾街表現最佳的美國股票基金 但是習近平呢前一陣子的大折騰 這個大折騰採取什麼打擊了遊戲啦教育啦和金融公司等多行業的措施 由於習近平出台的這一系列打擊這些行業的措施呢 導致了木頭姐的基金呢所持上的中概股呢虧得一塌糊塗 所以她非常的生氣她逐步清傷了她所有的中概股 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經常的抨擊中國 她抨擊中國現在的這個言論激烈 基本上不亞於索羅斯 也就是索羅斯過去是一個熱捧中共的這麼一個基金大鱷 但是呢索羅斯現在對中國恨了一個洞 木頭姐跟索羅斯一樣都是呢本來是積極的清華派 到處鼓吹中國的形勢多麼好要到中國怎麼投資 然後自己的股票絕大部分都投資在中概股上 現在習近平一折騰呢他們全部虧得個血本無歸 索羅斯也虧得血本無歸木頭姐也虧得血本無歸 也就是本來都是中國的朋友現在都變成了中國的敵人 習近平最大的功績啊就是往往能把自己的敵人更加堅定的贊成了自己的敵人 而把自己所有的朋友呢也都立即把它變成了自己的敵人 而且這個敵人對自己呢還恨得要命 習近平就是這麼一個能耐 他這種能耐呢正好呢就讓木頭姐讓索羅斯這種投資中國的 在中國上面吃了大虧的這些投資人呢更加的鄙視中國 木頭姐這個人的投資思想跟華爾街是長期相違背的 他跟華爾街的主流投資呢一直是不合拍的 一個顯著的案例就是他逆華爾街長期打壓的特斯拉潮流 而預期特斯拉一定會大黨 因為特斯拉在華爾街是極不待見的 除了馬斯克本人的傲慢 再一個是馬斯克跟民主黨跟拜登呢從來就不合拍 跟民主黨的大佬們他們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很惡劣 那麼馬斯克本身又很傲慢他也很有錢 他不拿華爾街當回事 所以華爾街的基金大佬呢基本上都不料馬斯克 對馬斯克的特斯拉是長期持打壓的態度的 但是木頭姐呢他是力流而上的 他是一直頂馬斯克的特斯拉的 當馬斯克的特斯拉還在一百元左右時候 他就立時投入 他認為馬斯克的特斯拉一定會翻到十倍以上 現在特斯拉已經到了八百左右了 離他講的這個一千已經差的不是很遠了 所以說木頭姐你覺得他投資沒有眼光嗎? 他投資美股都是正確的 但是他投資中國他從來沒成功過 因為他始終不了解中國的經濟始終受政治影響 一個政治風潮過來所有的經濟立馬就衰敗 也就是他投資的也中概股 可能他賺到意想不到的錢 也可能一夜他就墨頂之災 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嘛 政治影響經濟是很典型的嘛 不是中國影響嗎?全球都這樣嘛 美國也是這樣嘛 美國上個禮拜西南航空公司突然就是大規模的這個航班呢 突然就不能開了 到十月十號一共有上千個航班突然就關停 那麼那麼多航班為什麼關停呢? 西南航空公司的解釋是天氣不好 他用天氣不好來忽悠乘客 其實呢其實是和西南航空公司的工程人員全部罷工了 那麼為什麼罷工? 是因為他們要求必須這些人接種 那麼對接種不接種這個問題 整個西南航空公司裡面 絕大部分的這些飛行人員機械師和這個工程人員 他們本人都堅決不接受 可以講任意接種的人命令下來以後 如果拜登要求強制接種的這個命令下來以後 馬上就去接種了 但是絕大部分不願意的人他就死死扛擋 那麼最終這個拜登是有命令在先的 如果是你不按照這個命令執行 那麼就全部下崗就停飛就開除啊 那麼等著你來開除 不如人家就罷工人員就不幹了啊 所以說到十月十號那天開始起 連續三天西南航空公司大量的這些空程人員全部罷飛 他們這個航班通通就出不了崗了 那麼罷飛一共導致了2500多個航班全部被取消飛行 這個大量的這些機械師啊 飛行員啊和塔台工作人員 他們都是反對你們強制要求我們接種 我們就不上班了 由於他們一罷工 整個西南航空公司就癱瘓了哇 那麼發生所在地呢 主要是在佛羅里達州的 借靠爾遜美國西南航空公司的這個機場 那麼這個機場發生了大規模的這個航班停飛以後呢 給西南航空公司造成的影響極大 最終罷飛抗議肯定是成功的 西南航空公司的CEO馬上就宣布 不會有任何僱員因為不執行接種的命令呢 對他們進行解雇 請你們趕緊恢復你們的航班 趕緊不能再罷工了 因為航空公司扛不起 航空公司這些飛行員罷工 你覺得這個航空公司還能盈利嗎 航空公司的飛行員 每一個飛行員都是長年受過飛行訓練 有飛行製造的 這些專業技術人員有一個人不來可能都影響 別說幾十人幾百人不來了 而絕大部分西南航空公司的飛行員 大部分都是美軍過去退役的空軍的飛行員 這些人都經過長年的訓練 而且他們曾經都效忠過美國憲法 願意捍衛美國自由的這些美國退役軍官 他們都是西南航空公司的現役飛行員 這些人通通不來的話 西南航空公司到哪裡找別的飛行員來頂班呢 像飛行員這種職位這麼緊俏 別說去找個一百個兩百個 你就是找個三個五個你都很難啊 所以說西南航空公司根本加不住這個罷工 到了10月13號連續三天罷工以後 馬上就宣布全部恢復 絕對不會有任何雇員 因為他們反對強制接種的命令 最終他們就會被解雇 絕對不可能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西南航空公司得到恢復 那麼西南航空公司只是美國其中一個航空公司 而且還不是美國最大的三大航空公司之一啊 那麼三大航空公司同樣有這樣的問題啊 既然西南航空公司可以這樣幹 其他航空公司如果你強制他們公司裡面的工程人員 也必須強制接種的話 人家也可以罷工 一罷工那美國整個航線就亂了 美國大量的航班停止的話 你知道停止一個航班要給航空公司帶來多少損失 幾十幾百上千個航空公司都停的話 那航空公司他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個一天兩天 他都扛不住 要如果十天半個月這個公司就只能倒閉了哇 這是誰帶來的惡果啊 這不都是拜登強制要求接種帶來的經濟衰退嗎 航空公司因為他們特殊的專業性 他們罷工馬上對全社會的經濟就產生巨大的影響 那麼如果全美的那些卡車司機啊 海運貨櫃的那些碼頭駕駛員啊 還有醫院的醫生護士啊 這一類專業性很強的人 這些人如果你必須要求他們強制接種 而他們本人又不接受他們全部罷工的話 你覺得美國的經濟還要不要運轉呢 習近平能折騰你覺得拜登不是在折騰嗎 拜登下達的這個強制接種令就是誰都要接種 如果不接種就要開除 如果是你這個命令全美國有很多專業人員不執行的話 那美國是不是就得停頓下來 普通人員罷工普通人員不上班普通人員被你解雇 你可能覺得這個對社會經濟影響不大 而這些專業性非常強的人員 當他們如果都停轉下來 他們都罷工的話他們都不來上班的話 你真把他們解雇的話 那美國的經濟還要不要發展呢 拜登的這個命令他不是政治干涉經濟 不是政治干預整個市場最終對美國的經濟進行扼殺嘛 拜登做的這一切實際上都是配合習近平 你看中共怎麼做拜登就會怎麼做 拜登總是投習近平所好 他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最終都是什麼 都是跟川普原來的政策反過來做 川普是要求美國優先反對全球化 拜登就是要推動全球化 所以說拜登他執行的一系列政策不都是配合習近平嗎 他配合習近平最終就導致了什麼 習近平胡亂折騰以後對美國的影響很大嘛 一個恆大基本上就把全世界拖死了嘛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講的第二個話題就是恆大影響全球 為什麼說恆大影響全球啊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是特別關注恆大 有人說布林肯的家族投資了恆大的這個債券 有沒有布林肯投資了恆大的債券 現在我沒有查到 但是布林肯是特別關切恆大集團的許家印 為什麼那麼關注呢 那是因為美國有大量的財團大量的金融集團 都投資了恆大都掌控了恆大的債券 而恆大已經連續好幾期美債到期它一分都付不了 根據美國新聞媒體它披露的美國投資恆大的名單上面有 美國貝萊德集團法國農業信貸瑞士銀行集團英國的安石集團日本的政府養老金總計投資 恆大一共有46.8億美元而美國持有超過13億美元的 包括美國的一些養老金和美國很多大選裡面的基金委員會 他們這些資金都投到了恆大地產上去啊 而這部分投入恆大地產上去 隨著恆大債券的不斷的爆雷根本沒有辦法到期兌付 那麼這一下子的話恆大實際上就是影響全世界 也就是恆大一個企業基本上就掏空了中國全球的這個外匯儲備 除了恆大中國房地產這個龐大的這個債券裡面的這個巨大的雷啊 它現在已經達到了五萬億美元 五萬億美元是多少 它已經等於2020年整個日本的GDP啊 也就是中國房地產這麼巨大的雷倒下的話 它不僅是把中國炸飛了 把全世界也炸飛了 所以說恆大的經濟現在涉及到全球的經濟 美國有大量的養老金基金和大學的基金都投資到恆大裡面去 川普總統在任的時候他一再強調美國的養老金是絕對不能進入中國市場的 但是有誰聽川普的啊 也就是他們都不聽 他們都投資到中國的房地產裡面去 尤其是投資到恆大這類的房地產企業 而恆大的這個爆雷 它不過是中國諸多房地產裡面最先爆雷的第一個 緊隨著恆大的中國房地產裡面其他的知名企業 一個接著一個爆的流的是啊 也就是中共是希望分期爆慢慢爆 然後中共呢是保銀行不保企業 你再這麼保銀行不保企業 恆大創造的那麼大的一個負債 它最終它不僅是把中國炸響 它把全世界也炸響了 那麼現在這些投資中國市場的這些什麼大大小小的 法國的德國的日本的美國的這些財團這些基金會 這些大學裡面的基金會這些養老基金 當他們自己全部投資血本無歸的時候 也就是中國經濟實際上就捆綁了全世界嘛 習近平就希望把中國的經濟捆綁全世界 你們全世界都在中國有利益 中國差你們就差 中國好你們就好 那麼中國當它像賴皮狗一樣攤在地下之後 你們就過來救世啊 你們就來救中國啊 習近平就用這個辦法 他來賴在全世界身上 而拜登就吃這一壺 拜登就希望跟習近平捆綁上 他就要推動全球化 他就要把中國的經濟跟美國緊緊的捆綁 一旦捆綁住以後 中國它最終它巨大的那個泡沫破的時候 那美國是一定受到損失嘛 那麼這種損失對於中共來講的話就是魚死亡破嘛 我們死了你們亡也破了嘛 也就是說習近平採取這個辦法 就是要把全世界捆綁上 最終就是中國死給你看 中國的死的時候拉著你們一起墊背 美國那麼多經濟學家那麼多戰略學家 看不到中國習近平他出的這一招嘛 看不出中共長期以來捆綁美國經濟 中共要做到是一個什麼目的嗎 完全看得懂啊 川普就任的時候 川普已經完全明確知道中共要這麼去做 所以說規定美國的企業不要到中國去 美國要跟中國脫鉤 美國現有的企業要撤回來 川普都出錢讓你們撤啊 你們撤的時候所有頒權的資金 國家都在你們買單啊 就這樣他們都不撤 然後現在拜登繼續推行全球化 把大量的媒體再往中國派 把美國的大量的資金到中國去救市 救過來救過去救的就像恆大這一類 也就是說徐家印最終最愛多的這些外債 他往地下一躺他躺平了 也就是你看得辦吧 要么你中共拿錢出來救 中共救不了的 中共能力點外匯儲備 除了那個根本不能支付的 就是預售所有外企在中國 抵押在中國的那部分資金不能動的 其他的嘛其他的所有資金 加起來不夠恆大一家花的 也就是中國的外匯儲備 根本就不抵恆大一家爆的雷 更何況除了恆大之外 還有那麼多房地產公司在排著隊 那麼恆大爆雷以後最終也付不了美債 根本就兌現不了到期的 給別人應該付的這些本息 那麼這些境外的這些企業 這些投資商他們就跟著倒霉啊 最終就是徐家印躺平 這幫人活該買單啊 這就是拜登現在依賴中國 要推行全球化捆綁中國經濟 帶來的必然結果 如果民主黨繼續是這種政策 那麼美國會被中國經濟拖得更加累 習近平已經看到拜登的軟肋了吧 所以說他現在不僅僅是經濟上要捆綁美國 他動不動叫嚣要打台灣 動不動要威嚇人家台灣 派出幾百家軍機 就在長假期間出動了一百五十架軍機 每天繞台 然後對台灣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軍事壓力 他目的是什麼 他就是要趁著拜登在拜登任期裡面 然後對台灣動手 這個中共打不打 他完全取決於就是美軍上不上 美軍幫不幫的問題 美軍如果放人不管 或者是裝模作樣地表示 要捍衛台灣的利益 實際上他們是放水 完全是不管共軍怎麼幹 那你覺得習近平 像他這種沒什麼腦子的人 他不會去打嗎 當然了 我個人認為習近平馬上把台灣武統的這個戰馬上就打小 我覺得現在不會 因為習近平他情願把嘴巴上喊得很高 然後讓別人感覺到他馬上要打 他不過是嘴巴上說說 他喊得不斷叫嚣著要統一台灣要打台灣 實際上是為他自己二十大連任 為他自己鞏固終身制 為他達到的政治目的 真正打與不打 我們應當能判斷出 習近平他沒這個能力打 他也不敢隨便打 因為打的風險太大 因為打的風險直接面臨著共產黨是否滅亡 習近平是否滅亡的問題 所以習近平不敢冒這個風險 就是冒著他自己有可能滅亡 共產黨有可能灰飛湮滅的這個代價 然後去打台灣 但是嘴巴上要喊嘴巴上不喊 怎麼鼓勵全民然後攻打台灣 然後調動全民的愛國熱情呢 所以說蔡英文在這次雙式國慶上面發表的四個堅持 其中有這麼重要的一條也是第一次民進黨做出這樣的表述 就是兩岸互不隸屬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對這句話呢中共是跳起來了 而且呢中國大陸呢基本上所有人很難接受蔡英文講的的話 中共它歷來就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什麼不隸屬吧 你們就屬於我們的 那麼中國也有一部分民國派啊 中華民國怎麼兩岸不隸屬啊 中國大陸是屬於中華民國的嘛 所以說很多民國派也不理解蔡英文講的這個話 因此呢中共呢就利用整個大陸老百姓 他這個民眾裡面的心理 不管是支持中共他要統一台灣 他要霸展台灣的這部分人的心理 還是一部分民國派期待著中華民國能夠光復大陸的這一部分人 國軍的子弟和支持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的人 利用這些人的心理 因為這些人認為中華民國肯定是涵蓋中國大陸的嘛 所以說中共呢國台辦呢他就不斷的去對台灣呢進行回擊 他給蔡英文的回擊就說台灣的前途要由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體中國人來決定 那麼全體中國人能決定什麼 你覺得中國大陸人能決定什麼呢 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有投票權嗎有決定權嗎 國台辦他是上分燒報紙然後去騙鬼吧 在天朝你連自己的子宮都決定不了 你還敢去決定人家台灣人的命運 黨國要搞計劃生育的時候你多生一個都不行 黨國守在你的子宮門口收費 現在黨國要求你生三胎你不生都不行 然後要不斷的發款不斷出代各種政策逼著你去生三胎 也就是中國人連自己的生育權都沒有 還去決定什麼台灣人的命運啊 但是中共他總是要搞政治宣傳去調動老百姓的所謂愛國熱情 跟他們這個黨國統一步調然後去威脅台灣 動不動擺出一副虎視眈眈的樣子 好像馬上就要把台灣吃過來 而普通的中國人更是這樣想 他們覺得我們一定要把台灣報導 我們要收回來 我們要把台灣統一過來 他們怎麼那麼想要統一台灣啊 怎麼不想到要去統一北朝鮮呢 如果台灣真的很窮跟北朝鮮一樣的話 那麼中國大陸的這些人還動不動會喊著要去統一台灣嗎 為什麼中國的大陸人動不動就支持警察鎮壓香港人呢 因為絕大部分中國大陸的人他們只是單身看不慣 台灣人香港人日子過得比他們好 所以他們心裡面不舒服 台灣如果很窮他們不會喊嚷嚷的 馬上要去把台灣收回來 台灣正是因為富裕 香港正是因為富裕 比他們日子過得好 他們心裡面不舒服 他們就希望消滅台灣要佔領香港要把你們歸我們 這就是中國大陸人普通人的心理 其實台灣回歸也好香港回歸也好 跟普通中國大陸人的生活沒有任何關係 他們回歸不回歸根本帶不來你自己生活中的任何變化 但是看不得人家好 那台灣為什麼好 你有沒有問過為什麼呢 台灣和中國大陸都是同時開始發展的 也就是七十多年前當民國政府遷到台灣以後 中國大陸由共產黨執政成立了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是中華民國政府執政 在這個過程中 中共在中國大陸 中華民國在台灣都同時進行了土改 中國大陸的土改大家都看到了 把地主全部抓起來 把地主小老婆也分掉 把地主的田地也分掉 把地主殺掉了 地主小老婆全部充公了 地主家的財產全部分完了 土地收回來 將起來分給農民 沒有幾天從農民手段又搶過來了 也就是變成人民公社了 最終中共通過土改是消滅了所有的地主 搶多了地主的土地 分掉了地主的福財 碎掉了地主的小老婆 最終農民是一樣沒有 這就是中國大陸進行的土改 而台灣土改是怎麼辦的 台灣土改是分了三步走 第一個台灣走的第一步是三七五簡柱 什麼叫三七五簡柱 也就是地主收取的地主 上限為收貨物的37.5% 也就是你這個地主 你每年從這個豐收的地塊場 跟農民收上來的柱子 最高最高的上限不能突破37.5% 第二個叫公地放嶺 政府帶頭把所有的國有土地的所有權 全部轉給農民 第三個叫做跟著有齊田 對地主擁有的超額土地由政府收購 政府拿出錢來用債券和股票的方式 付給地主低價 然後再把這些土地低價的分給農民 或者賣給農民 然後要求農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十年還清 也就是台灣這個三步走的土改 經過台灣三年的努力 最終就全部完成 沒有流一滴血沒有殺掉過任何一個人 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是民國政府沒有欠到台灣 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去搞土改的話 肯定也是跟台灣這種做法一模一樣 也就是不流任何一滴血 不去強佔人家任何土地 對地主家多餘的超出限額的土地 政府收購政府拿錢出來 跟人家地主去買下來 然後把這個土地再分給農民 農民永遠有田叫跟著有齊田嘛 最終就變成了地主也有田農民也有田 大家都安居落葉 這樣來講也就是農民地主和政府三家大家皆大歡喜 通通把整個社會就期於平衡 那麼整個土地改造就是這麼完成的 這是人家台灣這麼完成的 所以台灣的私有制改造就是這麼完成的 而中國大陸是什麼 因此你就可以想像到 為什麼台灣和中國大陸同時開始搞建設 為什麼建設了三十年 台灣就已經是亞洲四小龍 為什麼中國改革開放時候 大量的台灣商人已經帶著大把的錢到中國來投資了 同樣建設了三十年中國搞的是名不了身經過文革以後 中國除了大吉行餓死幾千萬人以外 整個文革基本上把這個國家所有的東西都摧毀了 所以到了七十年代末時候 中國大陸是百費戴薪窮得一塌糊塗 而人家台灣人已經家家過著封衣足食的生活 很多大量的台灣商人已經帶著大把的錢到中國大陸來投資了 這就是政策的變化 也就是一個同樣的土改政策 在台灣執行的是名副國安的政策 那麼台灣人民他按照這個政策 他們通通富裕發達起來了 成了亞洲四小龍 而中國大陸所有的農民 跟著共產黨干革命 干革命鬥倒了地主殺害了地主 分掉了地主的財產 最終農民手上什麼也沒得到 然後農民就等待著在家裡面被餓死 這就是現實 到了這個時候 你對人家台灣人為什麼發展的那麼好 你們有沒有去考慮過台灣之所以發展那麼好 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所以說政治制度決定了經濟基礎 是因為中國這個政治制度的腐敗 這個無恥的吃人的制度 才導致了中國大陸人民那麼窮 而台灣因為貫徹了一個良好的土地改造制度 一個民主制度在台灣的推行 那麼最終台灣現在就成為一個富足安康的這麼一個社會 也就是台灣人民人人幸福 人家人人健保 人家任何一個人有一點毛病到醫院裡面 政府免費給他看自己不要花錢 在中國大陸誰家住得到 你一天的晚世界GDP第二 你世界哪怕當了GDP第一 中國老百姓你看病要不要掏錢 所以說到了最後這個中國國家再強大 跟你屁民沒有任何關係 而台灣的富裕是建立在每一個民眾 他們都享有有尊嚴的生活 他們同時都跟這個國家一起分享 他們自己勞動心情所換來的生理成果 這就是台灣和大陸的本質區別 所以一天到晚喊著要武統台灣要解放台灣 究竟你解放人家還是人家來解放你 好今天的節目就跟大家做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